這邊請打十顆心 好這個是有關於絕對值的注意事項以及重要的題目 好第一件事情拜託你把它背起來 這三點再打十顆心 我先跟你說之後你考試拜託你 你只要遇到絕對值的題目就請你按這三個方法去做就對了 第一件事情告訴你怎麼說呢 來看一下 告訴你只要遇到絕對值的題目 一定要先做絕對值裡面的結果 聽得懂嗎 譬如說來看這裡 我們看那個A這一題 請問你 絕對值三千五減掉絕對值負八加六怎麼辦 你一定是先做裡面的東西 看懂嗎 所以請問你三千五是多少 三千五 對先寫負二 然後呢寫絕對值 好減掉 來負八加六是多少 負二 就是負二 好重點來囉 請問你這兩個可以變成負負得正嗎 不行 絕對值裡面不行 然後呢接下來幹嘛 再去絕對值對不對 好什麼去絕對值來請問你 絕對值負二是多少 二 減掉絕對值負二呢 還是二 所以二減二多少 零 零 這樣會嗎 會會 會了齁 好再來呢第二個很重要的東西告訴你是 很多人常常去絕對值的時候呢 不知道怎麼去絕對值 好怎麼去來 請給你看 如果是正的怎麼辦 如果絕對值裡面正的怎麼辦 如果絕對值裡面正的怎麼辦 想去照鈔 對 啊如果絕對值裡面是負的怎麼辦 照鈔 還照鈔 前面加什麼東西 前面加 前面加 負號 五 有一個答案會出現什麼 剛才講過的 有一個答案會出現什麼 有一個答案會出現什麼 五解 會出現五解 會出現五解 好所以我們看這個題目 來請問你 絕對值五解十一怎麼解 來五解十一 先說裡面對不對 五解十一多少 是負六 啊請問你絕對值負六 絕對值負六 就是六 好這個把它寫上去喔 好再來第三個題目呢 這個告訴你是 絕對值裡面如果有位置數怎麼辦 啊這個也很簡單嘛 請問你 絕對值A等於四那A多少 正 記下來喔去掉絕對值另外一倍就幹嘛 就加正負就好 就乾脆正負四 好第四種題題 絕對值負六 絕對值負六 六 超簡單對不對 最後一題 來 絕對值A等於負二那A多少 五解 五解 好我要寫上去 好這樣會嗎 可以啦齁 好這個把抄起來 好這一把抄起來 好 好 知道嗎 好